Hello 大家好 如果今天我們在公司寫了一篇報告 主管要求將裡面的內容對他做個簡報 那麼我們要如何著手才能立即提槍上陣呢? 有些人可能會開啟PowerPoint之後 套用了一個內建的設計範本 然後把Word裡面的文字複製起來 整個把它貼到投影片裡面 這個方式雖然看起來乾淨俐落 但是卻不是一個好的簡報設計 因為很少人會喜歡在投影片內 閱讀密密麻麻的段落文字 那麼什麼樣的投影片才能稱得上是好的設計呢? 這個就必須要談到專注的本質 因為對於一般人來說 持續集中注意力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我們在念書或工作時 總是每一會就忍不住看一下臉書上的訊息 有事沒事滑一下手機 因此做簡報時 幫助觀眾集中注意力最好的方式 就是拿走所有令人分心的元素 以這個Word文件來說 當我們想要將文字內容簡化成一份簡報時 我們首先可以將裡面重要的數字和事實篩選出來 至於描述性的內容 則可以直接用口述的方式來表達 在實際操作時 我們可以切換到檢視標籤 開啟大綱模式 然後按下Ctrl加A 全選整篇文章 再到上面的下拉選單 將它們設為階層1 所謂階層就是將文字段落進行結構性的分段 其中階層1的內容在轉移到PowerPoint時 會自動變成每一張投影片的大標題 而階層2 則會變成投影片底下的項目清單 OK 所以這裡我把那些要作為投影片標題的文字保留下來 其餘的部分則可以刪除 由於我想要特別強調19E這個數字 因此我將活躍用戶這四個字推到下一個段落 再按一下鍵盤的Tab鍵 將它降為階層2 我重複這個步驟繼續將文件中重要的統計數字 獨立出來作為階層1 其餘的文字則同樣按下Tab鍵降為階層2 如果要將階層2的文字拉回到階層1的話 則可以按下鍵盤的Shift加Tab就OK了 所以簡單的說 我們只要持續的利用這兩組快速鍵 就可以將整篇文章的重點擷取出來 轉換成適合簡報的段落格式 比較特別的是最後一頁 由於我打算將這些百分比以圖表的方式呈現 因此這些比較數據我一併都放置在階層2 OK 設定好全部的階層之後 我將文件執行儲存並且關閉 然後我新增一個空白的簡報檔 將預設的投影片按下Delete鍵刪除 再到上方按下新投影片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來載入剛才我們所儲存的文件 就可以將Word裡面的內容全部轉移到PowerPoint 此時投影片中的文字仍會繼承原始文件的字型設定 對此我們可以做個簡單的清理來將字型重設 我打開上面的檢視標籤 開啟大綱模式 然後在左側的文字欄中 按下Ctrl加A進行全選 再到常用標籤中 按下清除格式的按鈕 清理完畢之後 我們就可以到檢視標籤中 切換回標準模式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商業簡報的背景設計 你會發現在那些知名的產品發表會中 他們的簡報通常採用了非常簡單的單色背景 或是稍微有點變化的漸層背景 所以當我們在進行背景設計時 不妨可以鼓起勇氣 揚起那些已被濫用的設計範本 而大膽採用簡單的單色背景 如果想要加上一點色彩變化的話 我們可以按下設定背景格式 來勾選漸層填滿 這裡我打算設計一組深色的漸層 我首先刪除中央多餘的色標 然後將左邊的停住點設為黑色 再將右邊的停住點套用藍灰色 兩個顏色的面積比例 可以透過停住點的位置來進行調整 設定完畢之後 再到底下點擊全部套用的按鈕 至於簡報文字的設計 也有幾個簡單的原則 首先字型的部分 建議採用簡單且穩重的黑體 而不要使用裝飾較多的明體 文字和背景的顏色對比 則必須要清楚 並且不要將投影片的文字套用太多的色彩 為了方便一次調整好全部投影片的字型 我在檢視標籤中打開投影片母片 並且按住Ctrl鍵不放 依序選取畫面中的兩個文字框 我切換到常用標籤來將字型設為黑體 同時將文字加出 上面標題的字型大小 我輸入了一個很誇張的數值 115 底下則設為40 至於文字前面的項目符號 我直接將它關閉起來 然後就可以退出母片的檢視模式 此時你可能會想說投影片上就那麼幾個字 這樣真的可以嗎? 不要懷疑 真正專業的簡報給出來的訊息 往往就是這麼的簡潔有利 此外我從一個叫做Flight Icon的網站 利用YouTube作為關鍵字找到一個Logo 把它下載到電腦之後 拖曳到投影片之內 再略微調整它的大小和位置 如此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張投影片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投影片中清單的設計 同樣的設計清單時有幾個可供參考的原則 首先清單的內容必須簡明二要 避免字數過多 使觀眾難以抓住裡面的重點 其次清單的數目不要太多 以免同影片的版面顯得過於擁擠 至於清單前面的項目符號 在目前簡報的設計趨勢中已漸漸淘汰 因此我們可以把它直接刪除 而清單的排列方式除了由上而下之外 有時我們不妨試試看芬蘭式的設計 搭配一些簡單的圖形背景 也會有很好的效果哦 OK 所以這裡我打算將這三張投影片的內容整合起來 用分欄的方式來呈現這些統計數字 我首先將標題拉到版面的中間 將數字的色彩改為黃色 並且將後面單位的字體略為縮小 再做一些位置和外觀上的微調 底下的文字我們可以利用上面的功能區 來加上一個反射的特效 如果想要讓反射帶有一些模糊效果的話 我們可以打開反射選項的面板 並且將模糊數值略微提高就可以了 OK 下一步我使用滑鼠拖曳的方式 同時選取兩個文字框 按住Ctrl鍵不放 啟用複製功能 來將文字拖曳到版面的中間 並且依據底下投影片的內容來修改文字標題 而第三個清單也是採用同樣的方式來製作 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刪除底下的兩張投影片了 OK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投影片中照片版面的設計 如果你所使用的照片是一個需要解說的商品 那麼你不妨直接將圖片做一個去背 然後在旁邊加上要說明的文字 至於去背的方式 除了使用Photoshop這類型的後製軟體之外 也可以利用一個叫做RemoveBG的網站 我們只要將照片拖曳到畫面之中 就可以立即完成圖片的去背哦 而如果你要呈現的照片是一般的人物或風景 那麼與其讓觀眾看到四四方方的相框 我們不如直接將照片放大到整個版面 讓照片顯得更有沉浸感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也可以在照片內加上簡單的文字標題 來闡述我們想要表達的訊息 像是這張投影片的呈現方式 OK 我們回到簡報的練習 所以這裡我到一個免費圖庫的網站 找了一張圖片素材 並且將它下載之後 拖曳到第三張投影片 你會發現圖片和投影片由於長寬比例不同 導致旁邊產生了一個缺口 此時我們千萬不要用滑鼠拖曳來將圖片拉長 因為這個動作會造成影像比例的扭曲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有好幾種 其中一個方式是按住Ctrl鍵不放 將背景圖檔向右複製一份 然後在功能區內點擊排列 旋轉 水平翻轉 再啟用圖片的採檢功能 刪除多餘的區域 就可以解決缺口的問題 不過由於目前的背景圖片擋住了投影片的文字 所以我利用滑鼠右鍵的選單將投影片移到最下層 然後再將文字標題移動到適當的位置 至於下一張投影片的背景 我同樣拉入一張從圖庫下載的圖片 利用滑鼠右鍵選單移到最下層 然後再略微調整兩個標題的位置和大小 如果你希望文字能夠稍微加強與背景圖片的對比 我們也可以考慮將這些文字加上簡單的陰影效果 OK 最後我們來談一下商業簡報中一個常見的主題 圖表 設計圖表最重要的就是要選對圖表的類型 像是直條圖可以用來比較不同資料的數值高低 折線圖可以用來觀察資料的變化與趨勢 而圓形圖則適合用來呈現項目之間的百分比例 雖然PowerPoint本身有一個很完整的圖表工具 不過當我們想要表達簡單的概念和數據時 直接使用簡易的圖形來製作圖表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舉例來說 我到插入標籤中點擊圖案來建立一個局部圓的圖形 然後我脫移橘色的控制點 使圓形的比例約略等於標題的94% 再到功能區內將圖形的色彩設為白色 接著我利用圖案功能再建立一個圓形 顏色色為黑色 外框為無 位置則對齊到白色圓形的中央 至於左上角的百分比數據 我先利用滑鼠右鍵選單 將它移到最上層 再移動到頭影片的正中央 文字的顏色我更改為黃色 再將字體略為縮小 最後我將左邊段落的部分文字 按下Ctrl加X 執行減下 再將這些文字利用滑鼠右鍵選單 貼到頭影片的右邊 如此一個極簡風格的圓形圖就完成了 OK 最後我打算製作一個簡單的直條圖 來比較不同公司的網路流量 我首先將底下的文字段落全選反白 在功能區內將航高設為兩倍 再將後面的百分比數字 依序拖曳出來形成獨立的文字框 而原來的項目標題則統一設為靠右對齊 至於長條圖本身 我們可以使用圖案功能在項目標題的旁邊 繪製一個矩形 矩形的色彩我選擇一個較為明亮的藍色 接著我將百分比的數字放置到長條圖的末端 並且配合長條圖套用相同的藍色 設定好第一個項目之後 我按住Ctrl鍵不放 將矩形向下複製一份 同時依據該項目的百分比例 將直條圖縮短 顏色我設回白色 再將百分比的數字移到圖表的末端 後面我們只要重複這個步驟 就可以完成這個簡單又具有質感的長條圖囉 最後談到投影片的動畫 一般來說在商業簡報中 放置形象影片或解說動畫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對於傳統的轉場動畫和文字動畫 則應該盡量避免 原因之一是因為這些效果 往往顯得廉價粗糙或是過於花俏 因此如果實在要替投影片加上轉場動畫的話 一般會建議使用最簡單的彈出效果就可以囉 OK 那最後我們就來欣賞一下 今天的練習成果吧 OK 那今天的PowerPoint教學我們就說到這裡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